五花人保費用會先從屋主那邊扣 結案的時候呢我們現金補貼給他 來來來 外面酒樓耶 我們先進去 好 這樣好 嘿 大家好 我是土豆 好 我們現在來到我們新的工作室了 而且這個工作室是用買的 因為我們以前的工作室不管去到哪裡 我們總是缺少了一股歸屬感 那今天我們來介紹一下 我們這個新的工作室環境 而且在這一間我們總價不到600萬 就買到了一間韓車位 總共32坪 兩房一廳一位 還有個陽台 雖然說他年紀只有6年而已 可是他之前這6年 他是租給兩大兩小的一個家庭 這樣子幾年的生活 正所謂 不是自己的東西 你就比較不會那麼愛護對不對 我們現在看起來這邊都是家徒四壁 可是在這之前 可以洗腺的都熬掉了 可以洗腹的 哎呦 那等等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們整體的清潔 還有翻新的影片過後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工作室吧 錢的 嘚 楊 根 成為亂 那 比較 呆 呆 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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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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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茜 我們平常工作的環境啊 它這個位置是我們騙濕的位置啊 然後旁邊這個桌子 它原本是我們會計在做的位置啊 但它最近因為要出去籌錢 所以都一堆帳都擺著沒有記了 只不過這個外面是我們的陽台 我跟你講這陽台 可舒服的咧 還有這個地方就是我們工作室的浴室還有廁所 正後這個馬桶它是免治馬桶 但是我還是覺得這種 物理性的免治最好用啊 還有你們看一下我們的淋浴機 乾濕分離還有飯店才會有的淋浴頭 甚至在天花板 還有冷暖交換機 在冬天的時候如果你洗澡怕冷的人打開它 會洗得舒舒服服的啦 好不好我們再前往下個空間的啦 那這邊就是我們工作室的廚房了啦 我們的琉璃台啊 當初 才是噩夢的開始 沒有 質感 在原本它內置換掉之前的模樣真的是讓我無法想像 但現在更換之後整個質感就來了 至於這是我們平常休息的空間啦 裡面現在是堆滿我們平常拍攝會用的道具 我們應該就用一段影片肆意帶過去就好了 不然真的裡面太亂了 好啦那各位看到這邊 我們時間也差不多到工作室要吃晚餐的時候了啦 等一下喔 我想要跟各位分享一下我們工作室的招牌圓工餐啦 來自我老家 阿嬤的手藝 跟各位分享啦 好不好 我是想說我們今天吃炒泡麵好簡單又好吃的料理 只不過啊我最近有回一趟屏東啊 我有順便從屏東老家那邊帶回來 櫻花蝦 還有洋蔥啊 我看到這裡就想到 阿嬤擦泡麵的時候 他一定會加櫻花蝦還有屏東洋蔥啊 真的要屏東的才會甜啊 還有搭配上 我們在地的 餵當餵餵麵啦 40年代口味 今天這個金字六招是最經典的台灣傳統口味 裡面有自製豬油跟人工炒出來洪蔥頭 加上養菇會提出一股鮮味 原來前幾天老闆的意思是這個樣子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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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事情啊 老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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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今天我有准备了我最爱的香菜 好,那我们准备开始料理了 我们现在准备要爆香了 刚刚这些樱花虾都有先泡水处理过了 我们下来准备了 那這時候蔬菜我們先翻炒一下 我們就可以開始煮麵了啦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幫菜做調味啦 只不過今天炒麵它的水分沒有像一般泡麵這麼多 我們可能就抓個兩包或三包就好了 然後像我口味比較重一點點的 我會加個三包啦 這時候可以撈旁邊煮麵的湯 來打濕它 那我們工作室我們平常口味都吃得非常辣啦 然後我們會加一點辣來做個調味啊 當然這種辣就是 佐亮啊 來吧我們好料上桌了 來吧我們好料上桌了 我們開動吧 來我們第一口先吃這個屏東洋蔥呢 這個櫻花蝦藉由味味麵的油膜 不要看過喔 這個櫻花蝦藉由味味麵的油膜 這個櫻花蝦藉由味味麵的油膜 整個麵都是櫻花蝦 還有肉皂的香氣啊 這個一口 我咬到整嘴的香菜 这个香菜让我们整体炒面的香味 更上一层楼 吃到这边突然让我想到 最近Youtube我常看到有个畏畏面的广告 那是跟异乡人还有万秀阿嬷一起合作出的歌曲 那广告音乐选乐让我觉得还蛮魔音传统的 我们再吃一大口配料 我们 dwelling下转好 我们去处理阿嬷 我们走到一起 我们去处理阿嬷 那我们开有 nuevo融化 我们去处理阿嬷 不知道 我来以后 我们去处理阿嬷 不开玩 我们拍一个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吃完了 我们今天这个卫卫面炒上屏东 樱花虾还有洋葱 我们吃的舒舒服服的 尤其是卫卫面台湾的在地会赔上熟悉的食材 在吃的过程中根本是享受 我自己平常家里也都会固定被子 跟任何食材都很百搭 卫卫面还有做一系列圈台地方特色的百搭食物 有兴趣的人 可以去看看喔 还有最后也要感谢在座的各位 我们今天才可以拥有自己的工作室 虽然说我买这个工作室让我们的赤字节节攀升 只不过好险今天有干爹来帮我们稍微止血 真的是感谢各位啦 好不好 那各位看到这边啦 你对泡面有什么勤走赌中六里方式 话你在底下留言告诉我 我看到就去回复 还有如果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 也欢迎加入频道会员一起成为边缘的美食家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 仔细想想我们今天好像还没有搭我们的美食好朋友 还会 比赛 我们还是要搭两个人 在这边 我们还是无聊的